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大概是公民監督國聯盟 還有我們是公民覺醒聯盟 還有G01的夥伴 不過他們今天臨時有事情 沒有辦法過來 當時我們這三個團體 就覺得說 現在的一些 公民覺醒的部分 從不同面向去做一些處理 其中有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塊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談到 有關我們政府一直在 強調的這些陽光的法案 這些陽光司法的部分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政治獻金法 那之前G01也為了這個事情 他們寫了一個程式 然後希望號召民眾 然後先找幾個標的這些立法委員 希望把他們的一些資訊來揭露 我們發現實際上去執行 才發現現在的法規 是非常的荒謬跟荒唐的 所以讓我們在相關的這些 內容的部分我們認為 都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可以去做這些揭露 也產生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的政治獻金法 基本上是一個無恥的政治獻金法 不能達到實質上的一些運作的一些效果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的糟糕 每個人的帳本 每個人的銀行帳號沒有人喜歡被看 因為那是我們私人的事情 但是政治人物的帳本 政治人物的銀行帳號 為什麼我們公民想要知道 是因為說我們想要透過那個他的資金的往來來看到說 他行使職權的時候是不是公正客觀無私 所以在這一點的話呢 我國建立了這樣的一個政治獻金的相關的法規規範 反而說我們覺得我們的法律在改惡 其實什麼叫改惡就是改善的相對 改善是越變越好 改善是越變越差 本來呢我們可以看到細目的 現在就只有給我們一個很粗略的表 那這樣一個粗略的表的話呢 對於我們來講的話呢 任何的公民在網路上看 你看不出什麼來 如果不這樣的話呢 像我們這次行動的訴求就是說 我們這邊要佔領監察院 但是所謂這個佔領 各位也不要有誤會 我們佔領是說呢 乖乖的進去排隊印資料 然後呢 你既然說呢 你不讓我們把它放上網的話 那我們就去印資料 把我們印好的資料放上網 那我想現在立法院裡面正在審查 就是監監委一些人士啊 那我們其實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一樣這樣的一個情形 監察院他負起的責任其實就是 監督所有的官署 以及所有的官員他們的一些表現 那我想政治現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可以讓這些政治人物的表現 他背後 像其實剛剛前面老師說的非常好 他們背後的一些政治利益 或是一些可能一些利益的一些關係 可以讓大家揭露出來 那像GTV臨時政府的朋友 也都已經一直治癒這件事情 甚至已經用人工的方式慢慢一比一比 但是我們發現在 我們已經 現在都已經進入到21世紀 我們卻還有很多的一些 呃 在立法院啊 監察院啊 包含像立法院的龐丁 包含像那個監察院 像這一次查閱這些政治獻金的辦法 都是非常老舊的 非常 非常不合時宜的一些規定 所謂的參與市民族 就是民間有足夠的資訊 有即時 有正確的 有完整的資訊 才能夠真正的 有意義的 來實踐這個國家的民族 可以來參與 那民間能夠參與 才是民族的話 那就是無從監督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 也是在呼籲那個 新來的那個監察委員 你們是不是可以 做一個承諾 就是你要上任的話 你就會很積極的去推動這個資訊公開 就是 其實對 坦白講 這是會讓你們上任之後 也會比較輕鬆 我想我們再次說明 因為政府的連政 至少馬政府來講 一直引以為好 是一個他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如果他提到他的歷史定位 當然就是所謂的連政 他的陽光法案 我們現在來檢視 不管遊說法 不管我們看到的政治獻金法 或者是工資源的財產申報法 等等這些法案 我們看起來現在在落實的部分 並沒有減少這些貪污腐敗的事情 不斷的發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嚴重的 做一個檢討的指標 我們現在看到的政治獻金法 尤其嚴重的已經變成是 這些政治人物貪污除罪的重要的保障法案 我必須再強調 我們現在的政治獻金法 已經變成這些貪污政客的重要的除罪法條 連最簡單的公布形式都做不到 更不用講這個政治獻金 只是圖具形式 我們現在看到的 不管是過去的林毅市 或者是我們所看到現在的黃景泰 所有的部分 他們最容易 現在引為他脫罪的方法 就是這是政治獻金 因為我們的政治獻金的法規 是非常的低的 只要政治罰款就好了 所以這已經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修改無恥政治獻金法 修改無恥政治獻金法 拒絕圖章監委上任 拒絕圖章監委上任 全民佔領監察院 引印救台灣 全民佔領監察院